酥脆的豆腐 油鍋裡面這粒酥脆的炒豆腐 團來準確的香味 進食後將炒豆腐勾起來盤子 南上東門的酒料 加上泡菜讓人家一口吃一口 香用這個平凡又好吃的味道 吃起來就是比較酥 外面的是可能就是比較乾扁 對然後其他吃起來還蠻酥脆 比外面來說 而且其實口感比一般的那種 可能是另外有厚度有關西巴 而且可能就加上說它的醬料 醬料跟一般的外面比較細鹹 比較實現一點 可是它這個比較不會 這的炒豆腐為什麼這麼受到面子很歡迎呢 在這炒豆腐本身比一般比較高 皮也比較瘦 最重要的是這道豆腐酒料 這款酒料是老闆頭去看脆跟蚊肉 雜醇酒料所精心驗發 所以用幾日中中油粉加上醬油膏萬火控的 過程就清除咖啡打奶泡辣花一樣 所以你愛吃辣的民眾 也能試試看這些豆腐鹹醬 都是老闆的獨家獨家獨家的 因為它的配料很特殊 尤其它的辣是那個豆腐乳超好吃的 它的臭豆腐我吃好多的地方 就是它的臭豆腐造得非常香酥內润 像那個辣燥的部分就是有像這個 是那個豆腐乳的辣椒也是自己做的 那這樣算是我們自己的特色 如果沒有要吃一件的炒豆腐 這裡也也有提供阿火炒豆腐 在光臨的當天吃上一碗 讓辛苦整個都溫暖起來 有的人客是一禮拜都要來吃2、3次 這個阿火很軟很Q的很粉的 滷了很濃味的 炒豆腐又很香 還不太炒 配料吃到很爽快 很好吃 還有傳統古早味用菌水煮出來兩包 也真受到社會者的魚 不過所有的食物 老闆都堅持現點現煮 想要享受美食民眾 就要耐心當台 即將自己採訪不到